哇塞,你们认识的呀,这个帅哥不仅长得帅,开的车更帅 十三先生,六爷,是这样的,他是我女朋友,我在陪我女朋友来这里随便逛逛呢 对,我男朋友想要给我买个爱牛式的包包呢 没有没有,买不起,买一个下半年就要吃土了 我这个老同学的能量滔天,身边的这个保镖也不是擅长 见识过他们的厉害了,老子可在也不敢在他们面前作死装大款 万一真把他们惹急了,我的饭碗贴定不保呀 这女人还在人家面前装十三,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老公,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是年薪高达二百万的吗,可以让我随便买买买呢 回一天去,老子在和十三先生还有六爷说话,这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 小宋,对你孩子说话要温柔一点 六爷教训的是,对了,你们是来这里视察工作的吗 什么,他说眼前的这个帅哥是来视察工作的 这么大的一个商场呢,那不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吗 哈哈,我要找个借口搭上这棵大树才行 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嘿嘿,对,刚我家先生开除了爱牛市的一个店长 十三先生是爱牛市的 董事长 低调点,小六子 好的,十三先生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 书瑶,上车吧,我们送你回拳馆 好的 好的,十三先生再见,六爷再见 太特么的可怕了,十三不仅是豆沙的董事长 而且还是爱牛市的董事长 我这老同学的能量到底有多可怕 什么,那个十三还是你的董事长 想不到书瑶居然会攀上这种富二代 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对了,刚刚你还说十三是你老同学呀 你们玩得很好嘛 那你给下我他的联系方式 我有个朋友刚好想要去豆沙做主播 嘿嘿,做主播是假 要到十三的联系方式才是真 要是我能够搭上十三 岂不是飞上枝头便凤凰了 虽然我的姿色和身材都比不过柳书瑶 但是我的交际能力比他强呀 老娘的魔都第一交际花可不是白叫的 宋瑞泽,你发什么神经 你干嘛打我 你还问我为什么打你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想要勾搭十三吧 我本来还以为你只是性格骄横了一点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心机表 要是因为你今天得罪了我老板十三 牵扯到我 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 你以为就你这笔呀 十三能看得上你 给他旁边的保镖提携都不配 我和宋瑞泽也是前段时间认识的 那时他刚和前任分手 我才有机会趁虚而入 他的年薪对于我来说算是很高的了 他每个月可是会给我好几万的零花钱呢 要是他把我给甩了 我又要朝九晚五的看人脸色上班了 现在想掉到十三多半是不可能了 虽然眼前的这个蠢货没有十三甩 但可不能赔了夫人又蛇兵 失去了宋瑞泽这个提款机啊 廖公 人家错了吗 大不了 我去给那柳淑瑶道歉就好了啦 廖公 你别生气了吗 咱们回家 滚蛋 谁跟你回家 我要是继续跟你在一起 不知道要被你捋多少次 我这个身价 你还看不上 还想棒大佬 做你的春秋白日梦去吧 殷殷殷 廖公 你不要我了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也不撒泡尿罩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样 还想勾搭十三这种级别的大佬 你配吗 我都不敢靠近他半步 回去之后把我转给你的三十万还给我 从今往后我们一刀两断 卧槽人麻了 还要还三十万 这日子越来越没有盼头了 又安 别生气了 你看小六子特意给你买了几个爱牛式的包包呢 你不要生小六子的气了 他今天为了保护我 大战了六个想对我图模不轨的家伙呢 手掌都肿了 姐夫六哥你们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知道你姐夫我 身家过千亿很多人都盯着我 要是你跟着我 小六子一个人没办法保护两个人 万一你受伤了 你让小六子怎么活呀 姐夫六哥 是我任性了 我不该生气的 十三先生就是牛 又学到了 行吧 小六子你手不是爱很痛吗 又安 你给小六子擦擦药 好的姐夫 喂 宗辉 什么事 十三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晚十二点 浩劫无剑 要正式上线涡垢内侧 你认为首日能有多少人预约 这款浩劫无剑毕竟是华夏风 当时十三哥的决定是 首先在国内的涡垢上线 后续在登陆Town 面向全世界 而今晚就是浩劫无剑内侧名额的预约活动 预约的人将可以半价购买公厕机火码 哦 咱们华夏这么多游戏玩家 这怎么着也得有五百多万吧 这么多 十三哥 我说的不是公厕后整体玩家的活跃数 我说的是首日预约数量啊 首日五百多万预约量 我们简直想都不敢想啊 要知道 现在的火爆游戏 真是活跃玩家也就四五百万 这首日预约要是达到五百万以上 那就意味着直接达到了火爆游戏的巅峰程度 那么这款游戏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全国报告 而且几天前 巨峰游戏公司的一款 黑暗破坏神武 已经打破了各项记录 放下了四百一十八万的首日预约数 这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要是浩劫无剑能有五百万以上的首日预约量 那就必须得再次破纪录 太特么可怕了 我知道 首日预约嘛 五百万难道很多吗 十三哥 这 好了 这是你们搞吧 先这样 本来高高兴兴地跟十三哥汇报消息 结果对方开口就是五百万 这可是要破纪录的成绩 要是没有五百万怎么办 今天可是浩劫无剑正式公测的日子 所以制作组决定开一场庆祝晚宴 现在突然感觉压力山大呀 卧槽 我的快乐没了 傅宗辉 怎么样了 十三先生的期望值是多少 我估摸着应该是一百万吧 嗯 应该差不多 毕竟这成绩应该是合格了 对呀 毕竟是新游戏 目标应该不会太高 不是的 嗯 什么 不会吧 难道十三等对我们这款游戏 完全没信心 讲道理应该不可能了 要是没信心 怎么会这么大理直指 是啊 我们都和腾飞 斗杀集团合作 这成绩再差也不至于不及格吧 怎么是没信心 而是信心太大了 宝宝心里苦啊 十三先生 他预测这款浩劫无剑 首日预约数量 是 是五百万 卧槽 真的假的吗 傅宗辉 你开玩笑 五百万怎么可能 也太信任我们了吧 微臣做不到啊 五百万是什么恐怖概念 目前国内游戏已经接近饱和市场 再加上前段时间 著名大厂飓风游戏旗下的那款暗黑破坏神武 席卷了国内一大批玩家 创下了首日预约418万的新记录 现在想在吸引玩家 依然是非常困难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算国内游戏玩家众多 但要能做到五百万首日预约数 也是难如登天 这实在太夸张了 除非游戏爆款 成为现象机作品 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完了 这下要辜负十三先生的期望了 这样吧 今晚的聚餐取消 我给大家点外卖 所有人加班到两点 对 我们努力过了 就算没有达到五百万 也得尽力去拼一把 做出一点成绩 对得起我们前期投入的心血 否则到时候十三先生怪罪下来 我们这个策划组估计得凉凉 五百万很多吗 我不懂 让他们随便搞吧